今晚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作为父母的我 我们有孩子的父母 我们孩子的上学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它附近也有很多好多学校 它的旁边就是一个 吕黄镇小学 沿永城中小学 还有许多国际学校 那么附近呢也是有很多商场 一家 爱客房商场 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市区重建局房地产的系统措置 私宅在 2011年的控制率 是5% 2013年增值6.2% 那么到去年已经达到8.1% 但是不同地区的控制率 有所不同 截至去年第四季西部的控制率最低 只为3.1% 而东部的控制率最高 达0.4% 东北部也好不了多少 控制率在10.3% 而我们这个楼牌正处于西部中区 所以正处在这个区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的出租率特别好 这个地区呢 它有波罗比斯拉的科技园 玉朗东的各院科技园 还有大批的国企企业 科牌宝洁 苹果 艾斯达都在这边附近 所以众多的住户 会给这边带来更好的出租需求 这是我 我本身一个房产经纪 我也有投资这个产业 还有我很多的同事 所以相信我 投资 旅黄碧院是一个最大的选择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康杰会友的作业8 投资新热点女皇币院 那现在接下来这位奖员 同样也是做作业8 适应事业辅助工具 那为作业8这位奖员做评论的呢 是我们的LG市场助理总监 李美康是同地交易奖员 国际高级领袖 实现同样是5到7分钟 讲题启动健康密码 实在抗氧化 让我们欢迎 讲员 造谢会友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 是实在抗氧化 启动健康的密码 那在 我记得在作业期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了谁偷走了我的健康 那么在那里我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细胞健康 人健康 所以今天我想继续这个话题 跟大家继续讨论下去 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叫 启动健康密码 实在抗氧化 现在就是我们想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健康危机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想把这个健康的课题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大家来重视这个健康的问题 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提到抗氧化 首先我想讲 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氧化 所以我想跟大家先分享第一个 就是说氧化是什么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 氧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看我们的食物 比如苹果 当我们放在空气中切开以后 它会变色 这就是氧化 那如果我们的铁钉放在空气中 经过日晒雨淋 它也会氧化 那么我们车子 当我们开了很久以后 你们会发现车胎需要换 对吗 为什么 因为它硬化老化 这也是氧化 所以氧化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处处都在的 那么我们的身体 是不是也要氧化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氧化更厉害 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对吧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氧化课题提出来 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氧化这么多 比如我还可以再举 就是我们土豆丝 我们切好丝 如果我们不放在水里 它也是会变黑 对吗 我们的食物放在外面 它会收掉 对吗 这都是氧化 就是我提出来这个课题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氧化是不是无处不在 那么我因为讲了这个课题 我就要讲氧化不好 我们知道抗氧化 比如有的人说 昨天我在切苹果 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你看你的苹果变颜色 我说我都放了柠檬了 为什么它还变颜色 那我的朋友说 你可以加盐啊 盐就不会 但盐水就不会变色 是吗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抗氧化 其实就是抗氧化 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当我们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增长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慢慢的衰老 是吗 那我们的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 它会经过阳光照射会氧化 那么必须我们要阻碍它的氧化 那在这里我想插一点话 就是说细胞健康 人健康 那么什么叫细胞健康 人健康 其实要让我们的细胞健康 要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阻断细胞的氧化 就是不要它氧化 这是科学家一直研究的课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 给细胞一个很好的环境 让它不要氧化 就是让它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氧化慢一点 比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碱性的环境 或者给它没有毒性的环境 或者是给它一个优质的营养 让它慢慢的氧化 对吗 不要氧化的太快 所以我就像这个皮肤 那它一直在氧化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就阻断它的氧化 不要让它氧化那么快 比如我们打伞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阳光照射我们 这样我们的皮肤 就会衰老的比较慢一点 这是我讲的 因为其实氧化 就是我们身体会产生毒素 毒素以后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产生很多病 那么现在我想 现在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 有一个看不到了 就是说阳光产生的自由基 让我们的眼睛也受到氧化 比如你直射阳光 其实你的眼睛会很不舒服 对吗 其实也是在氧化 那么现在我们尤其用手机 用电脑 那我们的眼睛氧化得更快 据我看的资料知道 就是说在中国 现在已经发生白内障 黄性病变和非蚊针 乱七八糟 很多这种眼睛的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 甚至割眼球 就是栽眼球还要排队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氧化对我们身体破坏 会有多大 那么还有就是抽烟 空气污染 这更是现在是最大的难题 而且还没有办法阻止 我们不可能把空气关闭起来 不让它那个污染过来 对吗 那么怎么办 这样的氧化会让我们的身体 比如肺 我们的肺就会发生肺纤维化 什么叫肺纤维化 就是我们肺没有弹性 这样没有弹性以后 我们的肺就会有肺气种 肺病 或者是说肺心病 都会来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氧化 发生在我们脑上 那么那个脑脂就会发生脑萎缩 那么现在其实以前这种病都是老年人才的 比如痴呆症 或者是说帕金森症 都是老年的病 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年轻化了 那我也听说过 四十多岁已经有痴呆 是吗 所以这个都是以前长期氧化造成的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现在最多最多病的就是高血压 心脏病和高血压中风 那么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血管长期的被氧化 那么堵塞 长期的就像我们下水道一样 如果我们不清理 那肯定是堵起来的 对吗 所以我们又吃很多不健康的食物 所以血管阻塞也是氧化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使这个病克服怎么办 就是阻断细胞被损伤 阻断细胞的氧化 那么用抗氧化剂 让它把细胞慢一点氧化 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个这样的实例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这样的实例 就是我们的细胞是正常细胞 你看经过破坏以后 我们的细胞越来越不好了 对吗 那么可是你经过抗氧化以后 它的细胞慢慢会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好 我想总结一下 就是说万病之源都是自由基氧化剂 如果这个不克服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 就是自由基无处不在 因为我就不讲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 就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基的破坏 因为这个不好按 按不下去 不好意思 好 那么我讲完 我接着图片我就不看了 就卫生部说 有十大垃圾食物 是我们常常吃的食物 这些食物有很多 都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健康 要注意绝对不要再自己破坏自己的身体了 要注意能运动加上 然后加上很好的抗氧化食物 比如蔬菜水果 再加上抗氧化剂 营养品 那么阻止我们细胞破坏 祝我们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 非常感谢我们抗氧会友 呃 赵谢会友 为我们带来做作业发 太久没有做事 也对说怎么办 今天我们第三位备稿作业员将呈现的是作业酒 就是有一列劝说 那有一列劝说他的目的有几个呢 就是劝说听众接受你的看法观点或采取行动 唤起听众的进去 使用逻辑和情感来支持你的立场 避免使用笔记 实现同样是五到七分钟追行讲员注意 为作业期担任评论的是来自汤森民众俱乐部怀语演讲会的 我们L65分区总监陈泽 其同期告诫讲员胜任理秀 将一演讲的技巧 让我们欢迎我们本会的会员陈力珠会友 有请陈力珠 大家网上好 演讲的技巧 其实它没有什么力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